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我在布拉格的第三天 然后我发现在布拉格就是太阳很大诶 大家我的眼睛快要睁不开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呢在等那个电车来 现在呢在电车上 在这边就是公车地铁什么的 都不要带网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买的票 就是付钱买票才能进来到这里面 超酷的耶 大家我现在呢来到了布拉格城堡 我现在呢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的布拉格城堡 那布拉格城堡是世界最大的古堡 然后这里呢从九世纪开始皇室的所在地 然后也一部分是总统关顶 现在呢来到了一个观景台 大家看超美的 后面就是布拉格城堡 那边就是我们昨天还是前天去的那个查理大桥之类的 超美的 然后就要前来晨 我们下来晨 我觉得因为我们下来晨 好的 我们下来晨 然后再开明镜 我们下来晨 装完了也太方便了吧 不用去外面买水耶大家 现在呢来到布拉格之后 第一次在外面吃东西 然后这个是一个亚洲的餐厅 今天点的呢 就是公保鸡丁 跟鸡肉炒饭 这家餐厅呢叫做 鸡肉Asia在这边 给大家看 刚刚买的冰淇淋 这个是45 杰克朗 那口味的话就是香草 跟草莓混合这样子 干杯 这边就是有很多那种Riverside Bar 在船上可以喝啤酒的那种地方 然后现在其实晚上8点多 就是天气变凉 然后有一点冷的感觉 然后有些人在这边抱抱啦 亲亲啊之类的 这个是在欧洲应该就是 比较正常的事情啦 就是大家 不会就是害羞啊什么的 好 好 大家现在呢来到了捷克的一个 蛮大的超市叫做 Tesco 在后面的话呢 其实这边的 就是比较大型的商场 他们晚上9点就关门了 然后我们就 吃好逛Tesco吧 哇哦 杰克语大家听得懂吗 我听不懂 Tesco他们的那个 购物车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 就是我上次吃的那个炖牛肉 在超市买的话 这个是才80块 杰克朗 它里面的长这样子 大家 就是里面有这个饭头 对然后旁边的就是炖牛肉 好 哈啰大家 我刚刚呢去这个后面的这个 Missle Bag 这个厂厂 然后呢去厕所还要花钱呢 大家 花20捷克朗 现在呢给大家看超帅的白马 这边的话就是坐在这个马车上的话呢 就是900块杰克朗 现在呢来到了一个杰克餐厅 然后呢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 杰克配牛厨体验 干杯 现在来到这个足球场 今天呢 我人是第一次要看足球比赛 谢谢大家 这个Stadium的叫做 Sinnovo Stadium 这边超多人耶 而且他们都穿了就是 他们那个球队的什么围巾啦 什么衣服帽子之类的 超酷的 这个是刚刚买饮料的时候 直接给我们的杯子 这个球队的名字叫做 SK Slavia Praha 刚刚跟这边的球队拍照耶 大家 照片是 灯灯 現在呢來到了布拉格的瓦斯拉布廣場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有Narodny Museum 就是國家博物館 然後這邊就是有很多湯匪啊 然後賣一些吃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